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法院已经受理涉及12套房屋的系列案件并相继开庭审理 图片来自网络一 究竟是谁为规 西安的王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2016年5月 通过朋友介绍 与西安文天科技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内部认购合同 购买了自山庄园的一套房屋 并支付了140多万的全款 王女士回忆说 当时的价格我们那个是10100 他有一个政策就是一次性付款式打击者 所以我那房子买下来是7071平方 总价款是144万多 就145万左右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 他当时那个房子还没有盖好 他就是相当于是给内部员工以及他的签署 就是有这样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优惠价 其实当时应该是开发商缺钱 所以他是通过我们这种方式 都是让我们必须的全款付 王女士表示 虽然当时知道该项目尚未取得预受证 但开发商多次承诺 正在办理当中 他当时自证是挂在墙上的 我们也是咨询过好多次 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肯定必须的五正齐全 他们说次证已经拿下来了 第五证正在办理 而且当时承诺说 最多三个月就会拿下来 这个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钱交了以后 我们经常到他那现场去问他 到他公司的 他就讲正在办下个礼拜 然后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就这么来拖着 直到今年年初 开发商发来通知 要求清退此前所授房屋 这让王女士无法接受 王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别月初的时候接到他们的电话 然后就说是让通知到那 给我们发了个喊来 账面就写的就是什么要清退我们 说当时都知道没有预受证 然后如何如何应该是他们的总监接待我们的 就是说打电话跟我们说了 说他们这个情况是维持不下去了 资金断裂了 被人收购了 他说跟我们要清退房子 然后给我们补偿补偿 就是爱当时我们交的价款年息20%来给我们补偿 我们肯定是不答应啊 今年2月开发商人签公司 江王女士等12年买受人起诉至法院 请求确认双方限定的内部认购合同无效 理由是在签订合同时 原被告双方居民质文天公司开发电设的 紫山庄园项目没有预售许可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二件是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即成是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六条的规定 双方签订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王女士代理律师一刻表示 开发商你这样的理由起诉消费者 要求终止合同十分显现 从过往我们带了很多的案子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这个状态看 很少或者就没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说因为自己欠缺法定条件 或者不具备什么样的资质条件 而主动起诉购房人 说我们俩这合同无效 就从正常的这个契约精神 或者从这正常的法律 房地产这个市场秩序来讲的话 就是几乎没有 很少很少 一刻认为 任务合同具备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实质要件 且以实际旅行 因为商品房买卖合同 合同已成立 应受法律保护 而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此前的判例 对财发商主张的无效合同的说法不能成立 一刻表示 这个解释是2003年的 在6年后的2009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解释 二第十两四条明确规定 对这个原理合同法 52条要确认为法无效的必须是效力性规范 管理性规范不能俱用 那我们都知道就没有办日受证 你销售房屋显然是你违反了政府管理上的一个规定 不是说我们俩这个交易就不能做了 因为我们这个交易 没有从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面非常明确 类似于房地产开发 像这样一些情况 开发商你自己的过错技术上无效 并由此获取非法利益 的这个是不能够得到支持 那么另外有一个最高法院的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里边就明确了一个点 就是说如果在诉讼中取得了预售证 这个合同有效 最了解 此前开发商人间公司起诉 另外两名认购人的案件相关法院已经审议并宣判 认定合同无效 其中一名认购人已提起上诉 王女士一案则 尚未确定开庭时间 而涉案房屋已于今年6月8日 获得商品房运售许可证 今天下午 记者多次拨打开发商 已负责人电话 但其并未接听 随后记者又拨打了文天科技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希望了解相关情况 但截至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二 损失该谁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 2003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是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二条明确 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 与买售人定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 可以认定有效 而是案房屋直至2018年6月采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这也成为开发商速称双方签订的内部远够合同无效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 在此前已经开庭审理的案件中 袁高开 发商文天公司曾提到 2016年8月 西安市长安区房管局 曾对文天公司下达行政筑罚书 因为没有取得预处证 要求开发商停止销售 并对无证销售的房屋进行清退 那么如果当时开发商及时对无证销售房屋进行清退 是否就可以避免如今的纠纷 王女士认为 当初签订合同时的售价是每平方米7000多元 现在该楼牌均价已经25000元 这是开发商不愿履行合同的原因 因为他房管局的处罚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清楚 如果知道的话我们肯定不会签的 如果说比如说当时没有预售证 无证相受那你房管局 如果说是处罚的话 那你清退 我们当时候其实也没有任何问题 那时候是16年的8月份的话 我们是有条件有资格去买房子的 因为16年下半年到17年再到18年这两年当中 新安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变化太大了 新政策不停的出现 到现在我们连买房的资格都没有了 处罚的话 那你及时把我们清退的话 我们是完全有资格的 我们是确确实实 被他们恶意给耽误了 王女士代理律师一刻认为 开发商所依据的司法解释 初中也是为了保护购房人权益 2003年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第二条卡 当时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购房的业主 如果说我买了这个房以后 开发商长期拿不到运售证 那我办不了房产证 这个时候如果我起诉要求开发商给我退款 退不了那个时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的解决这个问题 才有这个司法解释 西安市长安期房管局市场科负责人 今天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 2016年的确曾就紫山庄园项目 存在的违规销售问题进行过处罚 而是后开发商曾恢复着 已经进行了整改清退 负责人表示没有取得预售 他签的是内部的那个认购合同 没有在他们售楼那些 所以那个违规情况开始咱们就没有发现 到后来有群众举报了 然后就去问他就是有没有 他说是有 那我说那有的话 那我们就要让你立即责令你停止 第二对已经违规销售的这些房子 你要逐一清退的 要求他整改清退 在那个的时候 他给我们这当时应该有一个整改恢复 就是这些都整改完了 这位负责人表示 今年年初再次接到群众举报 该项目违规销售问题 又对其进行了立案调查 并做出行政处罚 该项目虽然目前已正式取得预售许可证 但对于涉案的12套房屋 房管部门也要求散布的销售 负责人表示 咱们已发现这情况 咱们就立案了 立案了以后进行了调查 把这个事实也就查清了 确实没有退 依据法律给他这个企业做出了行政处罚 今年六月份当时那个条件 他已经都全部申报了 申报了以后 在这里并我们鉴于他们那个司法程序 还没有走完 罚 有个判决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预售发了以后 专门给他要出了一个告知 是否设复的这12套房子散布的销售 负责人的免责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的销售 是否设备 这1个人 这1个人 你的这1个人 就想到这1个人